紙座的引擎盖 紙座的后照镜 就连轮胎也是用紙座的 这辆从里到外全用后纸板做成的纸车子相当吸睛 不过可别小看这辆车子是纸糊的 它的车门跟轮胎都可以开关转动 里头还装有电动马达 细节一点都不马虎 受到日本折纸文化启发 Lessus发表这辆纸车子 耗费一支五人团队三个月的时间 用镭射精准切割1700张后纸板 才总算大功告成 难怪制作团队表示 与其说这是个工业作品 不如说这是一项雕刻成就 另外Toyota旗下的Lessus GS 最近在东京展出新款半自动原型车 预计在2020年 可以让驾驶只要透过一个开关 就能启动自动驾驶模式 甚至让车辆可以自动变换车道跟超车 Toyota今年也会推出三款 搭载智慧交通系统的车型 让车辆跟车辆 还有跟基础建设之间 能够进行通讯 以利用感应科技来警告驾驶 任何潜在的危险 感谢观看